委員剛剛有簡單綜合整理 進一步補充 因為呢 那個五十二條腿的無腦章魚 現在有一個人算是聲量王 是翁曉玲 雖然說他是法學博士 可是呢 最近他提出說監察委員行為法 就是說監察委員要約束 不當的行為 要汰換不適任的監委 所以你就提啦 那立院治理 裡面質詢亂七八糟 提案亂七八糟 是不是也先要提一個 你把立委的部分管好的 那他今天有一個質詢 尋答是在問那個NCC 主委陳耀祥 很誇張的是 他要問人家電視臺的預算機密 然後這個陳耀祥就說 可是這是他們的預算 這個這是營業秘密 這個不能夠拿出來講 他說這是公益 這個不是 你不要跟我辯 說人家電視台裡面 他算是怎麼要讓你知道 然後接著那個連陳學生 他當召委 他都受不了 他說溫委員 你能不能針對重點的部分 不要一樣一樣來 直接吐槽 那還有一個東西 是他提這個總統 二輪投票的部分 那二輪投票 我們之前有講了 這就是選手要翻到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準中常委 國民黨準中常委 林金潔 他說這個人意見 不是我們本黨的 而且提出來 等於是丟臉 喔 講很重 他說汪曉玲 提這個出來就是丟臉 那葉元智講說 這個也不是我們黨團的優先法案 然後到底就是說 這個二輪是對侯友宜有利 還是對柯文哲有利 他也不敢說 不敢掛不掌 那阿苗我要請教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然後委員 現在各種的非常天馬行空的 不管是法案 或者是質詢 綜合來看 你怎麼看 我覺得直接講他們背後的重點 國民黨選到國會過半 實質過半 從來就不是為了什麼民生議題 也不是為了什麼這個 他們覺得民進黨執政無能 他們要監督 從現在這些他們提出法案 看到他們上任之後 第一件想做事 就是改選舉規則 改到對他們下次來說更好選 就這樣講完了 你看總統改二輪投票 包括說這個要獨厚中沛 讓中沛擁有全世界的外配 最便利的入籍的年限 包括說這個要包括海外境外的 包括中國也要不在籍投票 設投開票所 這些種種 不就是他盤算說 未來他選舉要更好選 而且還有更多的這種所謂 包括這個翁曉玲他很厲害 他提出說立委投票 可以任免內閣官員 這也是要做一道這個 再加一道保險 萬一投票的規則都改了 還是沒選贏 沒關係 讓你沒辦法執政 對不對 你的內閣官員 我通通用國會投票 把你否決 變成是你當總統 我執政 這個東西其實講白了 就是國民黨的政治算計 一個政黨有政治算計 無可厚非 可是好歹你也好不容易又回到了國會的多數黨 你就第一道菜 你就給大家上這種政治算計的菜 我不知道當初投給你們這些欄尾的選民 尤其是小草有沒有覺得後悔 因為第一個 你把立法院變成政治惡鬥的中心 現在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選前講的你要民生的法案 你要監督的法案 一個都沒有看到你把它列為優先 你光是想讓你下次選舉更好選 而且除了把立法院變成政黨惡鬥的中心 我們看到這些很多尤其是新科欄尾 諮詢也不用心 提了法案 你讓人民不安心 那要你這樣子國會多數的話 人民要你來幹嘛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當然大家前面講都很有道理 但是真的國民黨也沒有煩惱那麼多 比如說大家還在幫他規劃說 什麼中國要怎麼樣投票 怎麼樣開票 國民黨很簡單 這都不用擔心 反正到時候用郵寄的 通通捆成一包寄回來 也可以 反正誰知道阿公 在他的海關裡面 你那一包 把檢查的時候有沒有 做什麼樣 怎麼你講太多了 精密的檢查 一包換一包 對啊 就這樣 很簡單 那個國旗沒關係 這個兩岸 我們這個以和為貴 對不對 也不用派選務人員過去 大家自己投一投記憶器就好 你看美國 美國也有這樣通訊投票 胡亂比 說真的就是胡亂比 為什麼我說胡亂比 第一個 美國在全世界的大使館有多少個 台灣在全世界大使館有多少個 一比就知道了 人家國外進行海外投票的 通通都是在那個國家裡面 他自己設的大使館 以避免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擾 第二個 藍營經常講說什麼 現在海外投票是世界趨勢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只有十幾個國家有的 你跟我說是世界趨勢 這個簡直都不是理由嘛 所以我覺得帶他去討論那個法案的實質 其實藍尾都沒有這麼用功 說有料沒料 補充一個翁曉玲 他的不是創舉 因為他是學謝國良的 謝國良是不讓人家留言對不對 他是封鎖你的留言 有民眾呢就是到他那粉專家去留言 沒想到就被封鎖 他說 怎麼這麼沒道理 然後就有人幫他回答說 因為他是上你是下 不是說人名最大嗎 去他那邊留言叫做以下犯上 沒有資格 評投論主 然後翊川哥我要請教一個部分 我們說有沒有料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民眾黨的林國成 包括黃國昌也寫了一篇臉書 他就講說那個NCC寫來的報告 五四三亂七八糟 怎麼會業務報告一千 一萬三千多個字的內容 但是有超過九千三百個字以上 是完全照抄去年舊的內容 他不理解 那林志群律師就說 不然這業務報告是要什麼原創性 不然你都在寫小說 你以前在交通局當的時候 比方我們2018年的 2017年的2016年的 不是會有一個延續性嗎 所以部分內容可能會一樣 因為也要延續性 不然黃國昌就抓出來 好 九千三百個字完全照抄 不認真 不用說 再拿一本身的來 我以前在當局長 第一次當局長要交業務報告的時候 我就請我同仁把去年的拿來 拿來之後就說 全部給我重寫 然後他就說局長那裡寫 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從第一個字開始寫 寫到幾分鐘之後就發現不行 因為所有的資料 你通通要用以前的 因為你要做比較 去年承諾了什麼 你去年答應議會什麼 所以你要把去年答應議會的東西 再回顧一遍說 去年怎麼樣 那今年數字怎麼樣 那今年跟去年跟前年跟大前年 連續幾年的趨勢怎麼樣 這些本來就很多都會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所以我們經常在檢視那個論文的時候 論文的時候有時候那個電腦跑出來發現那個比例很高 是因為那一個人他在前面的文獻回顧很多 引用很多的 引用很多 所以他才會重複的這個部分很高 剛剛黃國昌講說一萬三千四跟九千三百字對不對 對 有四千字是新的 比例這樣算蠻高的 不是吧 不是有四千字是新的 你不能說最後結論以建議 那五個字也算重複吧 原來那一本有結論以建議五個字 後面那五個字有結論以建議 或什麼測進作為 那字不是都一樣嗎 難道你逗點句號也算重複嗎 看報告你要看重點啊 國昌老師那種就是沒有看重點 就去跑那個論文比對你知道嗎 重複去說多少字重複 業務報告跑什麼論文比對 不是啦 NCC你要電NCC你就電他 看他裡面什麼東西寫得不好 然後看他裡面什麼東西寫錯 哪些東西騙你 你就把他指出來啊 你說這個報告怎麼講 我跟你講把這個報告退回去 官員最開心 為什麼因為今天就逃過一節 今天不用被問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一天不用被問 都賺到了 因為下禮拜再來啊 那下禮拜又換招尾啦 接下來又換招尾啦 然後又拖了一個禮拜又繼續拖啊 然後再加來退退就退啊 所以國昌這種傻傻的 民意代表退官員的報告 叫官員出去 這種最好了 民主錢作為官員的報告 什麼亨礙傻傻的